最近全红蝉参加2024春晚的传言 在网络赏声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喜欢她的网友粉丝肯定希望是真的 毕竟对于全红蝉来说 她本身出身寒门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 自然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对于她本人而言是非常好的肯定 而粉丝们也可以通过电视 看到一个可爱真实的红尖 不过就在最近在春晚传言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时候 国家上属队明天系列参赛安排已经正式出 看了参赛日程之后 这一次全红蝉到底能不能够参加 2024春晚的谜底也正式解开 首先这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的全红蝉 参加2024春晚的名单 除了红姐之外 其实还包括其他运动员 比如苏炳天和吴燕妮等人 不过这份名单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只是外界的传言而已 可信度存疑 毕竟如今自媒体随便捏造一句话 就能在网络上传播 但并不一定就是事实 而且从最近国家队公布的 多哈市井赛比赛日程来看 这一次全红蝉基本上没有时间到北京参加春晚 可以看到明年多哈市井赛在2月中下旬 全红蝉需要在春节前后赶赴当地进行备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意味着登上春晚的时间和比赛时间是有所冲突的 考虑到这一点 接下来红姐参加春晚的概率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除非全红蝉有不得不参加的理由 否则正常来说她肯定会放弃春晚 选择备战 为国争光 取得更好的成绩 毕竟大家很清楚 明年下半年就要迎来巴黎奥运会 上半年的比赛积分包括名次以及相关比赛的状态都非常重要 都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比赛表现 所以对于国家跳水队对于选手本人而言 他们自然希望全神贯注做好所有的冲刺准备 一切娱乐活动可能都要放在后面 所以对于一直期待红姐能够参加春晚的粉丝和网友来说 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 红姐大概率不会参加今年的春晚 其实从红姐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之后 这几年一直有这样的喘言 说她要参加春晚结果始终没有实现 今年的情况和往年差不多 估计多半是假的 当然对于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没有必要太难过 毕竟红姐现在非常年轻 将来她还有大把机会 如果她可以在明年巴黎奥运会夺得冠军 相信下一年的春晚同样会有她的位置